今天才認識 多少年以前 我們就認識曾桂海曾先生 曾醫師 那個時候 經過他 我們到了屏東 我們寫高屏西的故事 我們走我們最美麗的海岸 在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南邊的臺灣 是這麼美 但是它灣區的河流 有它的沧桑 在這個過程裡 我們認得了朝鮮島 那個時候 我還不在 我的老友林聖芬 跟李里德 跟著他 跑很多的地方 1997年 我們在跟丁瑟寺 大家的 平和大的合作之下 我們帶了很多 不管是成大 不管是台大 這些 智和的朋友 來關心這裡的水土林 對歷史非常有感覺的 在朝鮮島 馬上就裸獲了 我們這些 所有 來的朋友的心 他是 對這個地方的人文 跟歷史感 特別的強 他對地理的知識 也是非常的深厚 這一百年來 這個屏東平原的故事 就在我們朝鮮島的嘴裡 如數加增 人跟自然 是常常不能夠說是違背自然而行 但是人在自然之下 所開闢的一個活的空間 跟存活的軌跡 這裡有很多 跟自然 不能違背 但是有的時候 也有一些 為了自己 要存活的一些企圖 在這過程當中 這一百多年來 這裡是有主題而為的 這個屏東平原的故事 也有射線 而且銀河 這些已經做過的痕跡 但是 曾幾何時 自然是一再的變化 氣候變遷 給這裡帶來更大的衝擊 一次一次的開會 一次的過程裡 由是一個東港西的朋友 到負責任的縣長 我看過曹先生不斷的努力 不管是在構思上游來講話 能夠是做有海綿的造影 還有中游的分紅至紅 一直到下游來講話 對於保育跟低層下限 他的重視 要兼顧農漁業的能夠可以的生存 要對鄉親能有所交代 在有限的經費之下 跟中央來講磨合 跟地方的朋友合作 今天我們看到大草州人工服務的實現 有在地非常多朋友 自己來講話精心的策劃 有外來很多不同聲音 但是可以對話組合的朋友 和一起的努力 這條路還很長 但是這條路是 並不違反自然 但是可以走得下去的 但是這條路 也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 上游還要多重數 分志鴻這方面來講的話 我想還有很多工程的細節 還有去做 下游我們怎麼轉換 這是在台灣的歷史上 最漂亮的有山有水的屏東 一個不可忘記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今天開始 而且敢有作為的現場帶頭 也謝謝諸位的參加 我們陪伴這裡的一段時間裡 我們深有同感 勢在人為 有些路有些步伐 還是要爬出去 謝謝各位的參加 也希望大家民間跟政府通力合作 把這個故事描繪得越來越完美 這個路很長 大家都要相伴走下去 公主大家今天的成功 大草屋周人公府的開悟典禮成功 這個事情的開羅成功 謝謝